很多民众都看到就在昨天的马英九总统特别亲自召开了记者会要对民众表达亏欠 那马总统呢在那个时候也特别的要求行政院副院长江英华 报告整个稳定物价小组运作的情形 江英华就说他说这物价目前有涨有跌还算平稳 您能幸福吗 我们的记者就走了一趟失灵夜市 我们发现几乎吃的都吹起了涨风 有液者还拿这个胶带一贴要刻意避掉原本的价格 有的是直接去改了整个卖价 就说是要反映市场成本 究竟有没有我们某些个案的报导所讲的百务起涨 政府带头如此说您认同吗 实地走一趟失灵夜市 招牌上可以看出这边涨那边也涨 像是这一家面摊 豆干从10块钱涨成15块 另外这一家更夸张 菜单目录通通用胶带贴住 价格全部大洗盘 就连民众最爱的国民小吃臭豆腐 也悄悄从40块钱涨成45块 还很高啊 有很多盘啊 小吃物价颇动大往前再走一点 这家专卖双胞胎的小摊贩 虽然主要成本只有面粉鸡蛋和花生油 却大碳成本攀高 小生意都快做不下去 有饭吃就好了 这真的是比较少人了啊 景气不好 真的夜市没有 物价涨不停 薪水却没有增加 民众只看不买 紧缩荷包过日子 这看在摊贩眼中痛啊 难道政府还在自圆其说 慢慢都有涨啊 什么东西都有涨啊 但是它不是一下子 它是一次一次一次的上去的啊 有的涨 有的跌 但是他们平均来讲 大概都还没有超过2% 另外超市所卖的饮料也早已吹起涨风 现在连知名椰子水售价也从35元变成39元 还有老牌阿萨姆奶茶 虽然说一样卖15元 然而容量从400毫升缩水成为350毫升 马总统就职前政府发表物价看法 被民众狠狠给了虚声 小老百姓又不禁大叹 政府到底何时才能体会生活真的不好过 年代新闻松婉晴侯正伦台北报道